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 财源广经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的指数 跟前两天差不多了 那空间都不大 我们稍微看一下 目前的台北股市 稍微有点拉抬了 现在涨了22点左右 但是呢 今天台北股市不管它涨跌 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 好像1.05分 现在只有700多亿 我记得以前量在说 我们那1.05分 上节目的时候都有800多亿 现在是749亿 那你预估到收盘呢 各位你看到957 最多最多1000亿 最多最多1000亿 那这样的盘呢 其实这样的走势 已经好几天了嘛 对不对 都横在这里嘛 那量都在出现那种 急缩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 期货结算完之后 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盘未来 它会有一段期间 它就是量缩走盘局 就是量缩走区间 那为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先因为今天是耶诞节嘛 12月25号 那外资它去放假 那现在外资放假呢 它不是只放今天啊 元旦那个时间点 它也会放假 所以外资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 它几乎都不做了 就是已经在休息了啦 所以台北股市就呈现什么 你量缩 然后因为外资的操作 都跟台湾50有关嘛 你看那个台湾50 不只量缩 你那个空间都没有 那代表什么 你指数要怎么啦 指数就耗在这里了 所以当台股在走一个 量缩盘局的时候 老实讲我们去解这个盘 很没有意义啦 我觉得你现在的重金啊 不是放在指数的涨跌 反正量缩嘛 它也不会量价失控 外资休假嘛 量缩也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你现在的重心 你应该放在个股的部分 而且是内支要操作的股票 好不好 那股票的部分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 我稍微念几个数据给大家听 昨天的期货仓位减了3500多口 来到3.7万口 昨天还有4万口嘛 现在只有3.7万口 那代表了什么 外资放假 反正它多单也没进去 所以指数怎么拉 可是重点是 下个礼拜一是摩台结算 好我再念几个数字给大家听 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摩台的仓位从21万口 突然掉到14.7万口 对不对 我还急缩 然后呢到 昨天我上节目是14.7嘛 那到昨天的时候呢 只剩下9.7万口 这告诉我们什么 你不要去寄望说 下个礼拜的摩台结算 台股会不会拉高啦 反正外资现在都休假嘛 你台子期他的仓位是减的 你摩台期还没有结算哦 他这几天拼命减 这代表说不完了啦 人家要休假了啦 那所以呢指数空间不会太大 但是注意听哦 昨天摩台的仓位呢 是礼拜一结算嘛 还是9.7万口 刚刚我说过了 可是你想想看哦 下个礼拜一摩台结算完 是不是转新仓 转一月的新仓嘛 可是一月的新仓 现在是16.7万口 他现在比礼拜一要结算 仓位还要多 这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想说指数有没有机会 在这地方再做新银拉台 我建议你啦 一月份再说 好一月份再说 所以大概应该是下个礼拜 我们再看摩台的仓位 再来解这个盘 好不好 所以呢指数有什么好解的 就可能在这里你要解什么东西 你要解什么东西 所以指数把它放一边 不管它涨跌 反正量缩都无所谓 重点放哪里 注意看哦 现在指数应该是又动全只股了 可是你仔细看哦 今天指数的空间啊 看起来不是很大 可是今天台北股市上跪的指数 一开高之后 它就一路震荡走高 这也代表着说 整个台股目前啊 因为你外资休假的情况之下 市场的资金全部以内资为主啊 但是你内资它不可能去拉全只股嘛 所以呢对于一些中低价的个股 它空间很大 空间真的很大 那问题是重点来了 台北股市哦 这波的走势啊 从9月份开始 你看哦 9月份开始一路涨嘛 涨到现在呢 这波呢 已经来到12125点 这几天再怎么震荡 也差不多在1万2左右嘛 对不对 好那我问各位 现在1万2了 指数当初从整个9月份 大概1万0500点附近啊 涨到这里了啦 那来到这个地方 你做股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涨一大段啊 现在还在1万2嘛 那你现在做股票的目的 到底在为什么 你认为说 老师我当然为了赚钱啊 对啊你要赚多少 你想想看哦 现在已经12月25号啊 我们1月20号封关啊 如果你今天回答我说 老师我这里做股票 我要在农历年前赚一倍 我做不到 好我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的答案是 这个地方我做股票 因为下个月1月20号封关 要过年了 你希望在过年前的这一段 能够赚个红包的 我可以跟你说啊 你已经赚了好多档红包啊 而且是大红包 为什么我敢这样跟你讲 我跟他讲过哦 这个牌你不会做的 你不要乱做 不要为了赚红包 结果赔一堆 你把你要过年的钱 结果赔在这里 套在这里 对你没有帮助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 掌握不到个股的 我跟他讲过了嘛 这个line可以帮得到你嘛 而且我跟你说过啊 你今天看我们这个line 你绝对赚得到钱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你绝对赚得到钱 我认为这应该是 地表上最强的line age 好不好 为什么我敢这样跟你说 你想要赚红包的 我跟你讲不难啊 而且你今天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你绝对是赚大红包 为什么我敢这样跟你讲 你去看啊 最近的盘指数不动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我的节目也好 或你看我的line也好 奇怪 哇 萧老师的股票怎么 最近好 最近啊 三不五十好几档股票 已经创新高 举个例子来说 你看12月11号 当时我们在line里面怎么跟他讲 我现在帮你抓的是12月攻击股 第二波的攻击股 当天12月11号 我说我们今天一早进场 会员买进6668的中阳光 那个时间点在哪里 10点多嘛 对不对 所以盘中10点多啦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line 你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你知道要做什么股票 而且我没有让你追哦 同志们你注意看 当时我跟他讲 周线底部形态完成 他来到要攻击的时刻了啦 就要攻了啦 所以你赶快买啦 当初我是不是秀这张图给你看 是不是周线在一个底部的形态 收敛三小型要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12月11号 找盘我们进场去买 你买得到哦 买完之后呢 当天供掌停 那你看我的line呢 最起码当天的涨停板 你可以先赚半支 问题是 你不是只有赚半支哦 为什么 因为周线 才刚要发动的股票 怎么可能只动一天 所以呢 你今天看我们的line ad 你仔细看 会员低档买 你10点多跟着进场买 照样赚啊 结果我们让你看到创新高 有吧 创新高结束了没有 结果昨天再创新高 这一个波段起来 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啊 如果来到12月份 下个月又要过年了 现在指数来到12000多点 你告诉我说你这地方做不要的目的在哪里 无非不就是想要多赚点钱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呢 反正可以很 很潇洒的发红包 很没有负担的出去玩 或去吃个饭 不就是只有这个目的吗 那你为了要赚红包 你不要说到最后啊 你去买到不应该买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你看很多股票还在创低点嘛 那为什么会创低点 答案很简单啊 股价涨了一大段 一年这一年以来已经涨了一大段 结果你后面才进场去买 很多人都叫你去追高啊 唯独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这个位置的股票 就是不要碰 管他创不创新高 谁理他 你现在把资金移到这个位置的股票 你可以买得安心 而且又能够赚得多 什么叫做赚得多 当你的位阶够低 掌握市场的轮动 今天你不止短线赚速度 你还可以波段标获利 有没有 结果呢 低档买完 涨停板有没有赚速度 除了速度之外 有没有标波段 有吧 那我问你嘛 一档股票给你 给你两成的空间 你告诉我这是小红包 还是大红包 应该可以啦 一百万最起码先赚了二十万 对不对 好 今天要让你赚这样的红包 不是只有一档啊 你再仔细来看嘛 如果当时12月11号 这个点 你错失了 买进中阳光了 那怎么办 我就一直跟你强调啊 我说没有关系 我们去抓什么 抓轮动 什么叫做轮动 不是说它动起来的叫轮动 不是说它已经长了 一大段叫轮动 而是当中阳光 能够长起来的时候 它会去带动到 后面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就及早进场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仔细看 12月17号 我跟你讲哪一档 那天礼拜二嘛 我说我们昨天资金啦 礼拜一啦 昨天资金大的会员 去买3019的亚光 同样10点多告诉你们 盘中啦 盘中嘛 你仔细看 第一档买完上去了 你跟着做的 不会只有一根 再创新高 当它在稍微涨 多整理的时候 我跟你说还有高点 还有高点 结果你仔细看嘛 假日期间 天封战券的郭明奇说 点名 亚光收益嘛 因为华为 发展潜望式的镜头嘛 亚光收益嘛 你看 有没有速度 一开板涨停板 再创新高 对吧 那你再仔细来看今天嘛 你看 再创新高 同样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16号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你看我的赖 我隔天告诉你嘛 结果这个波段起来 到现在为止 赚多少 超过两成 超过两成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嘛 你现在12月份 你买股票的目的在哪里 你跟我说老师 我这里我要赚一倍 我做不到 你要不要去行天工 你要不要去龙山寺看看 能不能做得到 但问题是 快过年的这一段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赚那个红包钱 能够让你自己过个好年 那我问各位嘛 谁能够帮得到你 你光看赖就赚得到钱 你今天跟着做 我要让你赚更多 血果呢 你有没有赚更多 亚光第一档买完 超过20% 因为今天再创新高 前面一档 我跟你讲过哪一档 中阳光的股价 第一档买完 超过两成 这不是小红包 不是为了赚那个几% 每天那边盘中那边当冲来冲去的 这浪费你的时间 能够让你在这个时间点 短线赚得快 波段赚得多 你为什么不赚 对我问你为什么不赚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股票 当你今天看我们这个line 都能够赚得到钱的 你还在怀疑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要让你赚这个红包 不是只有那么一两档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啊 你现在讲的这些股票 中阳光八九十块以上 亚光呢 今天创新高 已经来到一百块以上了 那都是属于中高价的股票 老师我跟你说啦 只要你能够掌握到市场的轮动 不是你资金大小的问题 你想想看资金大的买错股票跌下来 它赔更多嘛 对不对 就算你资金小 你照样能够赚得快又赚得多 那当然什么样的股票 这地方会这样子涨 待会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同样的看这个line 你就能够赚得到钱 OK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你真的有心要赚钱 我是建议你真的不要自己乱做 因为什么叫做轮动 你可能都还没搞清楚嘛 什么叫轮动 还没有动 我知道他要动的股票我先买 这叫轮动 但是你的轮动是 它涨上去了 涨一天看看 涨两天看看 多涨了几天 原来他会动 结果你进去追嘛 对不对 你我之间的差距在这里啦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会员 在今天能够让你看到一个大波段 大转 为什么我们的会员 能够让你看到一个大波段 就是大转 不是只有一两档 那至于这个盘后面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等一下我再来跟你做解说 好不好 尤其你小资金的 我们照样赚红包啊 可是我接你 与其你乱做 不如跟着一起来 年度会员史上最好康 我说我年前要让你赚红包 你已经看到了 大小资金都赚得到 等一下我来讲小资金的股票 好不好 年前赚红包 我们年后要拼财富 但问题是 如果你掌握不到这个方式 掌握轮动的模式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广告之后打电话进来 待会我们就来看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就是要冲上去 好不好 休息一下 亚洲头骨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头骨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骨 真心照顾 车怎么开门啊 你快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已等 就对啦 好 换回到现场 今天指数还是比较偏量缩 不过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指数有稍微拉起来 现在涨47点 可是涨47点以后怎么样 成交量到收盘 还是不到千亿 目前看来顶多千亿 有没有 其实这个盘很有趣 指数有时候让你看到 好像很弱很弱 很弱在那边走震荡 其实它动一挡个股就好了 你看 刚刚就动一下台积电 指数就拉起来 所以现在那整个 全肢股的筹码 都在法人手上 外资手上 那你外资就算休假 他不想这个盘跌 他就稍微动一下台积电 所以指数也留不下去 所以我就跟他讲 未来还有一段期间 整个台股就是量缩量缩量缩 它都是个股表现 所以你不用去管这个盘 只要没有爆量就好了 问题是个股在哪里 这才是关键 好 我跟大家说过 个股找不到的 你就不要乱做了 与其你乱做掏一堆 你不如干脆加入这个LINE 你还赚得到钱 你看赖就赚钱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就赚钱 我们仔细来看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时间你做股票的目的 应该是下个月过年 赶快赚点红包 然后过个好年 不管你要出去玩 要发红包 要吃饭什么都无所谓 问题是要赚得到 不要说赚不到 到最后你会更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说 第一档跟你讲的股票 中阳光 超过两成 第一档跟你讲的哑光 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 哑光都上百块了 是不是赚波段 也是超过两成 是不是这地方跟你讲的 对吧 好 当然你会问我说 老师我资金小怎么办 我跟他讲 资金小不是问题 轮动抓对就可以 好 我们仔细来看 是不是看我们这个赖 你能够赚得到钱 不是赚一点点 除了短线要赚速度之外 还有波段要标获利 能够让你赚得大红包 而不是小红包 好不好 我们仔细来看 什么样的个股 12月9号 下一档 有机会发动的股票 我说我们在23块以下 就介绍台阳 周线来到技术面 整理静尾孙 随时有攻击的时刻 那也是10点多 你看 当初我介绍的周线 我要就在那个赖埃子里面 图形在这里 你仔细看 它是已经来到 重要的关键时刻点 所以我说有低点 我是建议你买 就很注意看 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们在22块7 23块3 有低点我们就买 有低点我们就买 有没有 那为什么要让你先买低点 我跟他讲过 你现在要的不是说 股票涨起来了 你再去追 你不是想买地卖高吗 你都没有做到过 你都做不到 你都在拼命追 追到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过年 我最近发现很多人都是 问我说 老师我的股票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什么东西怎么办 你今天光是看我的赖 你就赚得到你 干嘛还随便乱做 我说这个赖 可以帮得到你 对不对 我第一档叫你买的股票 我就是要让你 除了要速度之外 还要有波段 对吧 让你仔细看 为什么我第一档要叫你先买 很安全啊 投资票很安全啊 你不用因为指数来到一万两千点 你会说老师好危险 我会不会追高啊 追什么高 今天要速化涨停了 你让我涨停啊 我不是拿涨停买的股票出来跟你说 我前面第一档就叫你买 一路以来 我会员一张都不卖 结果到今天为止 你看是不是创新高 有没有 你再从周线来看 有第一点我就叫你买 你买就对了嘛 你又怕追高 你又说老师指数很高了 我会怕 你会怕你还拼命追 你自己都过得很矛盾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我的操作模式 很稳健啊 第一档叫你买嘛 买完今天一涨停 你看哦 周线上面一起来 已经14%了 你能不能过个好年 同志们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会员的操作 我都在line里面跟你讲过了嘛 而且我是在第一档跟你讲 就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 怎么搞得一档一档的起 全部都在穿波段 所以呢 好的股票你先接 接完之后你会发现 哇今天怎么搞得一涨起来 你前面第一档不买 今天涨起来你怎么追 你看那个速度多快你怎么追 你每次都是涨起来 才问说可不可以买嘛 可是每次有那个低档的时候 我都叫你买啊 所以你不要等到发动嘛 你要赚得比别人更多啊 要市场上的人来帮你抬轿啊 你看我们的会员 很轻松嘛 不会说啊指数一万两千点啊 老师我会怕 怕什么怕 到今天为止你看 台阳今天涨停板 到今天为止呢 14%了嘛 然后呢 今天亚光上百块 已经超过两成了嘛 中阳光呢 也超过两成了嘛 你再仔细看嘛 你之前晓得我还跟你讲过 一档个股嘛 12月16号嘛 第一价大标股嘛 收敛三角形的末端 金国光嘛 对不对 第一档买完之后呢 你来仔细看我拿最后一张就好了 近期是不是也创新高 是不是也创新高 又14%了嘛 所以你前面在这个位置低档买 我问你你在担心什么 我今天不是只要你赚这些哦 为什么这么跟你说 你仔细看 昨天我跟你讲过了 中阳光它创新高之后 我把它获利卖掉 礼拜二嘛 我获利出清嘛 逢高获利出清嘛 出清之后呢 我说我们把资金再去买 3026的和珊糖 101.5附近买 你看哦 出掉之后买和珊糖 昨天收高嘛 拉高嘛 今天又再创新高 你只赚一点点嘛 你只赚那个一两成嘛 没有啊 你现在还在继续赚啊 你现在还在继续赚嘛 所以我现在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 为一月份的操作在做准备 反正农历年还有一段期间 这个轮动会延续嘛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外资礼拜一的摩台结算 它只剩下 你刚看到是9万多口 可是你新仓是16万多口啊 你说你台北股是下一次 要动的时间点 应该就等到一月过后嘛 对不对 元旦过后嘛 那这样的盘既然一月份有机会 那当然个股轮动的机会它更大 所以呢 有些好的股票 你要赚快钱的机会 就去掌握什么 下一波要轮动的标的 所以现在这些个股 都是我们布局的方向 好不好 讲得很清楚啦 那我只是把我代会员的操作方式 跟他做解说 那我一直跟他讲说 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就是这样子做 你觉得OK你就来 你觉得不OK就算了 你觉得你喜欢去追的 好你就尽量去追啦 但是我跟你建议你 很多能够让你赚快钱 又赚波段的股票 不要错失了 你看我赖都能赚钱 跟着做一定赚大钱 好不好 所以年前赚红包 我们已经赚非常多档了 你都还没有赚到的 你要加油了 年前赚红包 年后拼财富 年度外援史上最好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年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动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台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投股真心照顾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2578-3777 亚洲投股真心照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